本世纪日环石的天文景象即将在21号隆重的来登场 由于花东地区仅在复理 比较可以全程的看见整个日环石的过程 复理商农会为此当天也将办理了官日等活动 热情的邀约大家一起一睹天文景象 因为一旦错过就要再等175年了 古时候称为天狗十月日的日环石天文奇景 6月21日即将登场 复理商有幸能一窥日全石的全貌 现在成为了天文迷争抢的最佳观赏地点 对因为它太阳被月亮遮住 那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看得到环 那一定要在刚好我们现在花莲复理这个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会场这边 看到这个环会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你没有来到这边 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偏使 由于错过了这一次的日环石 就要再等195年后 因此不仅天文迷惧及朝圣 布里香农会也特别把握这百年难得的机会 结合县政府赶搭这一班天文热列车 6月21日当天将在63山山脚下的青青大草原 办理2020花莲日环石 古道金环席的行销活动 行销在地农特产 而当天也将带领大众一起来赶天狗驱逐厄运 那我们当天的活动在我们中午的12点开始 我们就有当地的农民市集 然后还有我们花莲县特色的这些市集 都会来到我们这里 然后从下午2点开始 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今年最大的众头戏 我们要怎么去赶天狗 我们要怎么用不同的夜去发生出声响的这些夜去 然后来这里与我们所有来这里的游客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体验 在这里我要呼吁所有的来参与的所有的游客 记得当天一定要带出发出声响的东西 我们要在这里集结起来 我们一起要来赶天狗除二云 不管是观测太阳 或者想要一睹这一次日环时的奇景 千万不能用肉眼直视 必须使用适当的剪光设备 如日时专用的墨镜 或以投影方式来观察 以保眼睛的安全 迎接6月21日百年难得一见的日环时全貌 农会早已迫不及待 热情要约大家一起来共赌日环时天文奇景 记得11月蓝复理采访报道